国语有生善书 一致拱横唐善书 因果命成定论 主著先佛为南海观世音菩萨 请注意观看本系列时 强烈推荐于本频道因果系列影片 全部皆由南海观世音菩萨著作 观音菩萨将 第十一章 共恶之浩劫 共恶有别于共业 共恶乃系当下普世之间 人心趋向于较恶劣 反所行为较多倍的乱行 故其恶气持续累积 终至达道宝盒 乃爆发浩劫 所以 浩劫是天数灾难 是人祸 众生或许有味 苍天何其不仁 将大浩劫 荼毒生灵 故无在本章已先阐明 共恶达道宝盒 必须宣泄 否则更将引起不可思议之祸患 正如水库蓄水 达道一定标准 即要泄洪 以免水库溃低 浩劫意识在 众生共恶达道宝盒之际 需要将此部分恶气 借由浩劫而消散 差别就在浩劫 必须由上天因应天数之运 以及苍生之恶 加以何定 降下何种浩劫 无前举一例 人世间最常见之瘟疫 即是众生之共恶所触发 水库即将溃低之警灵 乃由上天所降瘟疫 而减除其恶能 众生或许莫名共恶之所在 但无可以明确指出 人类不但在有史以来 及弱肉强时不但不同种族要侵略 战夺 同一种族由能为权与利而自相残杀 战争 所带来的残酷与怨力 是共恶的最主要能量之一 另外 还有残害较低等动物之怨力 亦是共恶能量之一 所以许多以自身 或者急于自身家族或国家 而强迫烂砍烂法 所造成居在期间之生物灭绝 亦是共恶能量之一 以弃尽是文明物质之提升 仍亦随之善巧 功于心计 因此设计陷害于人 以达私利 众生切莫以为此恶之小 乃仅个人或单一事件 但全球人口述 此一事件若曾出不穷 则其所累积恶能亦是可观 当然 无阐述本章 并非亦在动下众生浩劫之即将来临 而是要告诫众生 甚在成为累积共恶能量之帮凶共谋 更不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并且无免诸众生切莫以为善小而不为 人人以为不差我一个 那么人人如此 后果可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衡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抄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生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我们首先将五 发愿意满 altern净土 和精上荒 翻顶 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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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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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